说起来就离谱 两人玩家在完成基地建设后 便准备大量食物展开了一场围棋两天半的冒险 路上两人边探索边说笑 很是开心 但当他们在准备穿过某处沼泽时 眼前的一些东西却令他们感到疑惑 那是一座由红砖所启成的桥梁 可奇怪的是 在MC中并没有类似自然生成的建筑 另外桥梁本身的材料也只能通过合成获得 而对此两人并没有多想 认为可能是什么地形错误之类的 现在他们准备将桥撸掉 很好的建筑材料 两人分工明确 朋友负责顶部 玩家则负责下面 很快 玩家就请楼玩身边方块准备去水里 而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桥下 好像站着一个红色实体 实体并没有立即消失 而在玩家靠近之时 它才消失不见 这一幕不禁让玩家感到这毛骨悚然 于是他联盟将这件事告诉了上方的朋友 而朋友却认为 是玩家看花眼 错把红砖当成了什么东西 对此玩家也不是 该如何反驳 毕竟口说无凭 当时他也希望 自己刚刚只是看错 一段小插举后 然而没用多久 便将剩下的方块 给清理完毕 短短时间 从他们出来到现在 也正好两天半 于是他们决定结束此次冒险 开始返程 然而 他们刚爬上山坡顶部 就看到木痕诡异的画面 不演出的山腰 竟占着个身材胸传的红色实体 并且还一直盯着他们 后没多久 又突然消失 朋友略有些震惊 告诉玩家 对于先前所说 他信了 那照这样看来 红软球雷应该是这个实体建造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以目前的情况 还看不出什么原因 两人被刚刚的延伸吓坏了 便没有聊太多 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而回去的途中 他们追到那实体 好像在跟踪他们 开始第一次可以说是巧合 这第二次 恐怕就不是巧合说的过去了 实体间玩家一直注视着这里 便万不经心地走向一边 将极乐跟踪被发现 强装淡定的模样 通过观察朋友发现 这实体很像墨影人 但有些奇怪的 就是他那身红色皮肤 玩家两人见他离开后 便稍微安心了许多 他们害怕出什么变故 因此就没有过多停留 继续前进一段时间后 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 而这时 两人无意扭头看了下 发现这个奇怪墨影人 竟然又在后面 注视着他们 更加离搏的是 他居然还不发水 而这点其实在桥下的时候 就能看出来 估计不说他想干嘛 光这个跟踪 就挺让人害怕的 阿姆C哪有怪物会这样 两人简单商量了下 一直决定 干掉他 玩家们回到基地 已经是夜晚时分 最后这段路倒是挺顺利 没有再看见那个奇怪墨影人 似乎是甩掉了他 玩家进门之前 还再三确定了下外面情况 见什么都没有 这才彻底放心下来 然后就在两人准备休息时 公平却提示 无法休息 附近有嗡嗡声在索瞭你 两人一脸懵逼 怪物就怪物 什么嗡嗡声 为了找出最皮货手 他们来到外面 开始了大排查 而导致如此的不是别人 正是从那个红砖桥梁 一路跟过来的冒营人 然而没有害怕 直接冲了上去 但还是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莫有人的名字叫做追踪者 先天天的桥梁 其实是为了吸引他人而见 尤其的是 只要玩家不抵达目的地 他就不会攻击 而是一直跟在后面 至于他的由来 据说是一个莫有人在溺水之后 不甘如此便衣而成